好的 那我們這裡還有兩個 分別叫做3D Walk 漫遊 跟3D Fly 飛行 漫遊跟飛行 那這兩個很好玩 我點下它的時候 它就會先跟我講 你要先切到透視視圖 你才可以使用 透視視圖是什麼意思 我先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各位你可能就會很清楚了 來 這是不是一個Box 這是不是也是一個Box 對吧 那這兩個拆案 不要跟我講顏色不一樣 這兩個拆案 你注意看喔 如果正常一個Box 是不是應該這裡 垂直的每一條線都平行 橫的每一條線也是平行 另外一邊的橫的每一條線 是不是也都平行 這才合理 對不對 那這有沒有平行 這裡跟這裡就不平行 這裡跟這裡也不平行 這裡跟這裡也不平行 對吧 那這是更誇張 所以它畫錯了 對不對 不對喔 這個就是所謂的 有沒有透視 我們人的眼睛看東西 就是會這樣 我們人的眼睛看東西 會變形 所以 有所謂的透視感 那 沒有透視感看東西 看起來像這樣子 那也是因為人的眼睛看東西 有透視感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個影像 判斷距離 對吧 所以其實我們的嬰兒 花了很多時間 在訓練腦袋 從眼睛看到的東西 知道距離是多少 對吧 這件事情是要訓練很久的 那 我們人的眼睛看東西 是不是長這樣 因為長這樣 是沒有辦法知道 這裡跟這裡是多遠 對吧 那這個就是叫 現在比較正式的名字 叫正教仕圖 或者是 對啊 就正教仕圖 透視仕圖 正教仕圖 好 好 那我們在CAD裡面 剛剛用的 都是沒有任何透視感 就是物件是不會變形的 所以一旦你要執行這個指令 他就先跟你講 你要先切到透視仕圖 要不然你不能看 好 那就先切到透視仕圖 注意看那個碼會稍微有一點點變形 碼會有一點先向下削的感覺 會感覺比較 陰俊庭拔 好 好 那做了這個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這個小視窗 這個小視窗 如果你們有打電動的 就馬上會用 可以嗎 有沒有人不知道這是幹嘛 如果不知道這代表你不打電動 從我第一堂課就叫你們開始打電動 講不聽 講不聽 那所以3D你就很難學 好 好 那這個代表你人在這個地方 我往這裡看 那這個三角形是什麼意思 這三角形什麼意思 三角形代表可視範圍 就像我現在人在這邊 我往前看 我是大概就是頂多看這樣子而已 這個範圍以外的 我是不是就看不到 如果想看到這個範圍以外 我是不是要轉頭 我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這個三角形就是指可視範圍 好 那你可以拖曳它的 你可以說我今天想從 左邊看 它是不是就換左邊看過去 對吧 那目標點也可以拖曳的 看後面一點 看前面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指 你想怎麼樣來看你的物件 對吧 但是重點不是它啦 重點不是它 因為我們剛剛執行的指令叫慢 有3D Walk 滑鼠靠過去 它的Help那裡有超清楚的跟你講了 等它一下 來下面一個 請使用 WASD 來進行漫遊或飛行 好 有打電動就知道了 WASD是幹什麼 就是取代方向鍵嘛 你的方向鍵是上下左右 對不對 但是左手按這個你就沒有辦法再按其他按鈕 齁 你如果有打CS你就超習慣了 現在你就可以把CAD當CS來打了 你在慢遊的時候你按W就是向前 D向後向左向右 就是WASD 齁 這四顆按鈕就可以讓你在這裡 前後左右去移動它 這就是它 那你的滑鼠要幹嘛 就真的跟打CS一樣 滑鼠向上看向下看 可以嗎 就是在這裡轉來轉去 所以你可以配合 配合WASD 就是移動旋轉 那個平移 然後來檢視你的滑 那個場景 就跟打電動是一樣的 對嗎 一模一樣 那 慢遊跟飛行 兩個用法都一樣 差在什麼地方 如果是3D Walk 慢遊 對不起 慢遊 慢遊是指 同一個高度 你不能夠有高度的差別 所以當我在平移向前的時候 就是這個高度一直向前 我不能夠往下 現在沒有辦法往下 那 如果是飛行 飛行 一樣是 一模一樣是WASD 但是如果我先往下看 我往前走 那就真的往下走了 真的往下走 那我再抬頭 再往前走 所以 慢遊跟飛行指 差在你要不要有高度的差別 如果是飛行 可以到下面去 我可以到下面去 如果是慢遊 那不好意思 慢遊只能在同一個高度 慢遊的話 慢遊就永遠在同一個高度 它不能夠往下看 就差在這兩個地方而已 如果打電動也就會 那不打電動 現在打一打 它就只差不能開槍 不能換槍 不能填子彈 不能說我要有那個 頭盔 或那個 防彈背心 但是還蠻好玩的 你可以一直一直旋轉去 瀏覽你的物件 這是可以的 來 試一下 慢遊跟飛行 對 這個最後一個順便提 慢遊跟飛行設定這個 這其實是指說 你按那個WSAD 你要前進跟後退 你要是多少 然後每一秒要幾步 對吧 你如果想快一點 就把這兩個都 把這個設大一點 然後這也設大一點 那想慢一點 就設小一點 對吧 那來試一下